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科洛福档案相信不少人都记得 那个大怪物真的让人记忆深刻 还有科洛福到10号 以及今天我们要说的科洛福悖论 你也可以理解成第三部 故事虽然没有连接性 但是可以理解成是第一部的前撞 一开始旁白告诉我们 太空站轨道搭载一台谢帕特粒子加速器 如果宇航员们能让其正常工作 就能产生免费的能源 从而彻底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 不多久,画面就切换到太空站内 亲密宇航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他们开始试着让希帕特粒子加速器正常启动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最初的16天到后来的623天 他们依然没有成功 女主哈喽洞偶尔还会和地球的丈夫通宣 她的两个孩子最初也因为能源缺乏 房间内使用电池导致孩子烧死了 所以她经常看着孩子曾经的录像哭泣 当几个宇航员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 已经经过了694天 可是还没有进展 甚至因为各国可能打仗 导致两个宇航员干了起来 不过张子怡在这里面还是很屌的 把中文说的那个6 但是其他人说中文的感觉真的是相当的怪 而此时地球一直关注着太空站这边的情况 甚至一位专家还提出了科洛福悖论的说法 表示希帕特粒子加速器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制造混乱 但和地球的能源枯竭对比起来 大家更关注的是能源这一块 接着他们进行再次的启动测试 这次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但是后来却出现了过展 还引发了爆炸 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亮光 大家也被甩到了空中 再次落下 甚至太空站内还起火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生命支持系统 只剩下74% 主电源烧毁 现在使用的是备用电源 并且各处的温度升高 但是最最可怕的是 女主发现了地球找不到了 是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吗 此时大家相互埋怨 不应该进行这样的试验 舰长自己也在卧室里面偷偷的哭起来 除了害怕 更多的是绝望吧 不能拯救自己 也无法拯救地球 但害怕归害怕 还是要处理好太空站 要先找到地球 而舰长让各个人员去负责维修的事项 当时女主发现了定位的脱落衣不见了 如果没有这个 他们根本无法回到地球附近 而此时他身边的一个宇航员 看起来怪怪的 当然他也是最先死去的 但脱落起来的怪生 把大家都吸引过来 最后在甲板内 发现了一个被困的女子 大家都不认识他 但是他却认识女主 这看起来很怪异 不过大家还是合理把他救了出来 此时幻面回到了地球 地球好像爆发了战争一般 但是官方回应并没有 看过科乐福档案的应该都知道 其实是巨大的怪物在作祟 但一开始不会让你看到的 女主的丈夫所在的医院也被毁掉了 另外一边空间站内 大家都觉得很怪异 一个女人出现在墙里面 而且空间站内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张子余和自己的德国男友 密谋着准备掌控太空站这里 实际上他们是想要回家 而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个怪男人 听到了这个事情 之后他跑去照镜子 这也是本篇有点笑人的一幕 他的影球莫名的偏离 然后他还从镜子内 也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于是乎拿着枪 准备设计张子余和他的男朋友 大概的意思是说 他的男朋友叛变一类的话 偷偷执行了德国总理的指令 破坏了蟹帕的粒子加速器 所以他们才来到这里 但是还没有做完事情 这个男人就倒地不起 之后还吐了很多虫子出来 这本来就是太空站内的东西 而墙上的宇航员合照 女主不在里面 里面的那个女人 就是当时在墙内出现的那个女人 看到这里 我相信不少人都猜到了 平行时间线交错了 在这个空间时间线内 女主其实不存在的 应该说女主是那个女人的好友 女主本来应该留在地球上的 而这个女人还让他们小心眼镜男 就是张子余的男朋友 最后被抓了起来 觉得她得到了德国总统的命令 破坏了太空站 让谢帕德无法正常的工作 此时另外一边在修理的大叔 整个手臂被卡在了墙内 最后拉出来手臂都没了 伤口还在 但是她却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更可怕的是 光着眼镜男的门开了 她看到了修理大叔的手臂 自己动了起来 逻辑上根本讲不通 最后眼镜男给大家的解释是 不同的空间维度 例子互相助用的结果 若从宇宙中两个独立的现实世界 在争夺同一个空间 造成了混乱 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熟悉 因为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 还从这个断臂写的字 得到了讯息 最早死去的那名宇航员体内 藏着陀螺仪 修理大叔也发现了 因为大家都颠倒了 所以没有找到地球 最后他们和地球取得了联系 但是这个地球上 他们的太空站早已经坠毁 大家都牺牲了 而且地上的人们开始了大战 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 重新启动蟹帕的粒子加速器 带他们回去 不然自己原来的地球 迟早也会变成这样 另外一边为了修好太空站 张子怡先发生了意外死去 而她的工作只能让那名女子来做 毕竟她原来的位置 就是张子怡做的事情 她还告诉女主 在这个地球上 她的两个孩子还活着 也是这个消息 让女主萌生了去地球 看看自己的孩子 提醒这个地球的自己 小心电池引发的火灾 烧死孩子 但因为重启 蟹帕的电力不足 宇航员们决定 暂时关闭氧气泵 维修大叔在关闭氧气泵 遇见了磁场错误 而被金属触手攻击 铁罐撞击墙壁 导致了氧气泵爆炸 空间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最后店长牺牲了自己 锋里的空间站破损了部分 保全了其他人 此时太空站内 只剩下女主 眼镜男 胖胖的大叔 还有另外一个维度的 宇航员张生 女主因为这个世界的孩子 还活着 而决定留在这个世界 当她准备离开时 她发现张生 准备用了把打印的枪 杀死眼镜男和胖大叔 让谢帕德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拯救这个世界的地球 可怜的胖大叔被杀死后 女主及时赶到 救下了眼镜男 并顺利的击杀了张生 女主也决定回到原来宇宙 拯救自己的世界 谢帕德成功的点火 幸存者带着无限的能源 回到了自己的宇宙 拯救了地球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地球早已经变样了 变成了外星怪物的战场 女主的战俘本来不希望女主回来 对着电话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喊 不要让自己的妻子回来 但是眼镜男和女主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最后伴随着巨大的怪物出场 电影就此结束 而这个巨大的怪物和第一步还不同 可以说这个是完全体都能冒出云层来 电整体还是可以的 能看不烂 不过怪物的场面太少了 最后估计就是回归到 第一步地球发生的故事了 还是不错的 推荐大家去看看